女生在懷孕的時候 大家知道懷孕小baby 很怕你得到麻疹或是得過麻疹 我們小時候都打過這個疫苗 NNR 可是我們後來也發現 它也不是終生的 那所以特別是我們小時候 我們以前大家都得過麻疹 現在這個NNR 幾乎在我們周遭是比較少的 所以你沒辦法得自然感染 你都是靠免疫打疫苗 結果它就會消退 所以建議大家要備孕的時候 要懷孕 結婚 健康檢查 其實都應該驗一下德國麻疹 你沒有抗體的話 你應該要補打這個NNR的疫苗 那我們手上這到底是什麼 手上不是有奧動嗎 卡芥苗 就是卡芥苗 還有人要打膠底板 那是肺結核的 還有人打大腿 有人怕有巴不好看 穿比基尼不好看 所以要打大腿 要打膠底板 對不對 是不是現在大家越露越多 我可以講個故事嗎 有一對父母 他生了這個寶貝女兒 這個年紀比較大 才得到一個女兒很寶貝他 希望他長大以後 可以穿肉肩的細肩帶衣服 不要有這個卡芥苗疤 他就到處找醫生 幫他打在別的位置 可是台灣醫生沒人要理他這樣 後來他就有一天出國 就發現新加坡的醫生 可能幫他打 他就打在屁股 因為我回來之後 爛了三個月 當然最後還是會結巴 可是就不曉得 現在的泳衣越來越 不是連屁股都要漏嗎 對 就說他除了手臂 別的地方不能打嗎 應該就是說 如果今天打在別的位置 那發生什麼狀況 我們無法保證 就是我們沒有經驗嘛 我們唯一有經驗就知道 就古人都是打手臂 你叫我打大腿 那有問題我不保證 現在醫美很發達可以除掉 真的 好 我們再來看 然後小新的問題要什麼 中風不一定有徵兆 而且復發機率高大六成 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四十歲男性 然後他那時候 就從急診機來說 他突然不會動 然後剛才原來在上班 說沒有辦法講話私語 然後手腳不動 然後他就跟他那個同事講 同事就馬上送來醫院 然後過來醫院的路程 大概二十分鐘 到醫院的時候已經可以講話了 那這一種就很明顯 他其實就是 他是中年人 高危險群人 有抽菸 應酬 失眠 或者是工作壓力大 這種就是小中風 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一定要找 把原因找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 你半年到一年後 你再發生的機會 大概會三成到五成 結果果真他來醫院 然後開個要回家休息之後 半年後又來找我 又來了 這一次來就很嚴重 這一次來 他說他也是在上班的時候 就開始講話 也會流口水 然後半身沒力 到醫院之後 想說跟上次一樣 結果這次做電腦斷層起來 是一半的腦已經中風了 我請他去回來心臟科 做心電圖 然後做超音波 他沒有去把這個心跳亂跳的 這個疾病找出來 然後去吃一些抗凝血劑 他把它塞住了 所以這就造成第二次的中風 那所以我們這個有一個板子說 一年內中風的復發機率 就是如果他是梗塞型小中風的 一般來說會到六成 如果你不去治療的話 那如果他是一些小出血 你沒有去給他找原因出來 他有兩成 那有一些其他原因的中風 就像說腦瘤 腦瘤破掉 或者是他的血管有異常 這種會有兩成 所以就是說這個一年內 如果有一些神經症狀的發生 你一定要很謹慎 最少如果找沒有致命的原因 那你也不用擔心 我們講新冠的這個感染 新冠肺炎有很多的無症狀 現在目前猜大概是三倍 那但是呢 這個關於無症狀中風的 是有症狀中風的二十倍 也就是說很多人 其實你可能曾經中風 或者你已經中風很多人 小中風 你都不知道 因為他無症狀 那我就講一個例子 對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中風一定會什麼臉歪 或是一邊肢體 沒辦法動之類的 那或者是覺得那是中高年 才會出現的事 我這邊分享一個是 之前有一個 二十多歲的一個上班族的女性 那她剛從大學畢業 所以她進入職場之後 其實她還滿認真 很衝 那就覺得說 我要表現好一點 可是她有一個問題是 她其實自己本身 有血糖高的問題 就是有糖尿的問題 但是對年輕人來講 都會覺得不以為意 都會覺得說 沒關係 我現在體力還很好 所以她這除了 作息不正常 飲食不正常之外 其實她也沒有 好好去控制她的血糖 沒有去治療 就有一天 她就是早上起來 她覺得不太對勁 她覺得全身無力 然後肩頸 緊緊的痛 僵硬 然後 然後她就覺得這不太對 可是她也沒有多想 她就覺得說 唯一有一點點比較奇怪的是 那她 但是她沒有多想 她就想說 可能是感冒 就是我覺得真的太累這樣子 所以她就去診所看醫生 有拿了感冒藥 就吃了三天沒有改善 所以她後來又自己跑去大醫院 因為後來詳細檢查之後 居然是 而且從那個整個相關檢查的 裡面也判斷出 她其實已經多次中風了 她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像這種都要特別注意 分享一個疾病叫做 這個其實 它的症狀定義上就是這樣 它會有出現 傳統的這種中風症狀 半邊沒有力氣 它就會連結 我自己就是遇到 在急診的時候 一個大概六十幾歲 對的阿伯 那她就大概 中午下午那個時間 被送來急診 那來的時候她就說 我早上開始 就覺得右手 沒什麼力氣 右腳也怪怪的 但是我 我好啦 我現在一直好啦 她就一直強調 我現在已經沒事了 可是這個暫時性的腦缺血 它其實背後 有很多原因要查 背後縱風 它要當作一次縱風 所以縱風的原因 其實是要細查清楚 甚至一個完整的核磁共振 腦部的血管 這些檢查 都是要做好的這樣 那不過這個阿公 一直強調說 我現在就沒事了 她從踏進急診那一刻 她就一直強調這句話 然後一直在這邊 以她的手 你看沒事了 沒事了 在這邊急診室走來走去 催眠自己 沒錯 最後攔不住她 家屬也攔不住 她還是堅持要回家 那不過這個阿公很不幸的 她其實才回家幾個小時 她就又被送來了 其實她是完全動不了 然後講話也都已經 講不太出來了 也就是我們憑她的縱風嚴重度 已經是一個很嚴重度的縱風了 那最後她是接受了這個 這個動脈的血管取酸手術 還住到加護病房去 大概住了一院好幾個禮拜 才出院 那雖然說她生命是保住了 可是生活這些功能 其實是嚴重受影響 那上帝給你一個警示 你一定要去正視她 是 那現在方法有很多種 我們剛才講的小中風 他就是跟你說你心臟 有一點小問題 像是心臟心跳不正常 或者是心臟亂跳 小血栓 或者是我們的頸動脈的血管 太小窄 或者你有三高的問題 你一點症狀 你甘願花個時間去做個檢查 預防一下 那一旦發生之後 還是要把握黃金的三小時 那如果是酸塞住的 以前我們就是 只是單純用吃的抗靈血藥 或者是用打的抗靈血藥 現在我們酸塞比較久 或者是比較大塊 我們可以直接從這個動脈這邊 進去把它取酸 像做心導管一樣 而且台灣的密集度 取酸的密集度 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我們的這個照護 大概在全世界都是前幾名的 所以如果有這個症狀 一定要去做檢查 小小補充一下 呼應一下我們最前面 在講新冠的問題 新冠跟血栓其實也有關係 真的嗎 這兩年多來 就是急性感染 那它在 特別是西方人報告比較多 它容易產生各式各樣的血栓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長新冠 在歐美比較大型的研究也有說 這些長新冠的人 有部分的人 心血管或是中風的機率 似乎有稍微增加 我覺得這是台灣現在開始 要非常注意的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這一波疫情 才已經超過三百萬人 我們接下來要追蹤這些人 有沒有可能有一些病發症 那我覺得國人要 除了剛剛很重要的中風的話題 不要忘記新冠跟它可能也有關聯 是 不過我覺得還是 用最健康的去面對 然後當然不要以為得過什麼 就用無敵心心的安慰自己 我不會要求大家安慰 我們還是要不要掉以輕心 不管任何它會再重複感染的事情 大家都要小心防範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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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